我和学霸互换了身体 他妈带我吃饭 我说要吃汉堡 他说不健康 我说要吃火锅 他说味道大 我懂了 拽着他跑到公厕 吃屎吧你 健康好消化 他爸嫌我只考99分 扣了一分 还有心思玩游戏 我邪魅一笑 凑到他耳边 不玩游戏玩什么 玩你吗 亲爱的老爸气泡音 后来我终于想到 办法能把身体换回来 谁知学霸羞涩到 婉拒了哈 一 我和学霸灵魂互换了 他是三好学生五好少年 爸爸是有钱大老板 妈妈是漂亮的全职太太 起初我还觉得当学霸挺好 可现在我才知道这是煎熬 每天妈妈准时送我去上学 小文 我们开始做游戏吧 只要一上公交车 他就会用这种口气烤我 你能教妈妈背下行路难吗 这是初三才学的 我才刚上初一啊 笑话 我要是能背下来 还怎么有脸当倒数第一 不会吗 他温柔的笑着 可怎么看怎么渗人 小文输了 那妈妈可要惩罚你了 他从包里拿出戒指 手伸出来吧 虽然是商量的语气 可他根本不懂我回应 我还没回过神来 戒指已经啪啪啪脸打了三下 他可能不知道 我从小是熊孩子 最擅长发疯 妈妈 别打了妈妈 我立刻瞅嗓子好着滑下座位 我太饿了 才偷吃了一块肉 我知道家里只有你和爸爸能吃肉 我不配吃肉 我下次不敢了 全车的人骑刷刷的看向我们 妈妈有些懵 戒指都还没来及收起来 哎呀 这当妈的也太狠心了 孩子瘦的 吃块肉而已就打成这样 所以说 为什么当父母居然不需要考试 我妈自然没脸在坐车 揪着我下去 临走时 还有阿姨在后面提醒 别打孩子了 老了要遭报应的 估计是怕我迟到 他也没再教训我 到了学校 我就去找梁炳文 他被我曾经的好兄弟们围在中间 显得有些局促 老子什么时候有过那种扭捏的神态 我喊他过来商量 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法子 你不是学霸吗 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啊 可是 我的脑子现在是你在用啊 他怯怯的说 妈的 最烦看到他这种表情了 我说 你能不能少点这种没骨气的样子 你现在可是徐天 明镇一中的小霸王爱 对不起 我 我习惯了 我们约好 暂时将这件离谱的事情瞒下去 回教室坐到前排 我就头晕 就这么熬完一天 放学我拉住梁炳文 让他今晚帮我搞定作业 可是 我妈妈他 他话还没说完 我就被人拉走了 妈妈 我俩一口同声地叫了出来 我妈穿着得体的灰色套装 笑得一脸温柔 嘴巴里却说着恶毒的话 你是哪家的小混混 也配叫我妈妈 他声音很轻 杨炳文的脸刷就红了 我想挣脱 却被他越估越紧 以后离我家小文远一些 别叫坏了他 说完 他拽着我上了车 回到家 我就被关进了厨师 小文 你是不是和坏孩子走得太近了 罚你今晚不许吃饭 好好反思 他把门关上 又在外面说 记住 妈妈做这些都是为你好 好你个大头鬼 这屋里窗户被封着 连灯都没有 就这么黑乎乎的 很难不困 我躺到杂物上 呼呼睡了一阵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被饿醒了 拍了拍门 叫了好几声 没人音 这不是逼我发疯吗 呃 饿呀饿呀饿呀 啊 谁来可怜可怜我这个饿死鬼 给我口吃的 算我上路吧 我马上去投胎 给你当儿子 郎君啊 我是不是饿低荒 我要是饿低荒 谁来给我溜肥肠 一压一压一压 黄泉路上好孤独 我要吸干方圆五百里 所有人的氧气 让我们手牵手 跟我一起走 创造幸福的生活 我一边用头 砰砰撞墙 一边喊叫 甚至忍不住唱出了声 门打开的时候 我正在地上 美丽的爬行 扭曲 如动 嘶吼 尖叫 抬头看到他们 我立刻爬起来冲上去 抓住我爸的领子 谁偷走了我的小浣熊 是不是你 到头 跑来跑去 随便抱住一个人 耳康式晃来晃去 是不是你偷了 他对于你来说 只是一包干脆面 对于我来说 那可是我的命 没关系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 人与人的命运 本来就不相同 地球没我照样转 我爸愣住了 还是我妈见多识广 一把抱住我 小文 你怎么自己躲这里来了 妈妈找了你好久 爸爸立刻反应过来 对着警察和邻居 连连道歉 孩子闹着玩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妈捂住我的嘴 不让我说话 他一个女的 静还挺大 我说秉闻爸妈 别整天只顾着孩子学习 也关心下孩子的精神状态吧 这大晚上的 以为闹鬼呢 给我家狗子也满屋扭曲爬行 警察也教育了几句 不要粗暴教育 不要扰民之类的 爸妈善善陪着笑 人都走后 我爸抄起棍子就要打我 我妈拦住了他 捂住他的嘴 省得他一会乱叫 要是我自己的身体 肯定能挣脱 可梁炳文这身体太若鸡了 爸爸按着我一顿打 专挑胳膊 腿那些露出来的地方 就是让你同学都看看 让你知道丢脸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犯 棍子落在身上 真疼得疼 我忽然想起 曾经在梁炳文身上 看到过亲子的伤 他扯着袖子遮掩 捏捏的辩解 是不小心摔的 我还嘲笑他别装了 是不是干什么坏事 让你爸妈打的 哈哈哈哈 好学生也会挨打吗 那肯定是做了什么 不得了的坏事了 我真该死了 第二天 妈妈故意给 让我穿短袖校服去学校 自从上次公交车事件后 他现在不怎么送我上学了 我从家里出去后 并没有立刻去学校 挽起裤腿 露着伤痕 我大啦啦的在小区里逛 有邻居关心 我就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哭诉 溜达半个小时后 我才去了学校 梁炳文看到我的样子 眼睛睁得大大的 有什么好惊讶的 你又不是没挨过 放学后 梁炳文躲我远远的 肯定是想逃 我抓住他 还差点被揍了 从前那些兄弟围着 凶狠的瞪着我 真够无语的 我现在这是什么待遇 我让梁炳文详细讲讲 他爸妈的事 我要报仇了 我把小子受够了 其实 其实 我爸妈有时也挺好的 话虽这么说 可一出校门 看到亲妈 他把腿就跑了 我那一众兄弟也散了 小文 刚才那些都是你的朋友吗 妈妈依旧得体温柔的笑着 结果我的书包 最近经常见到你和他们在一起 我看你们感情很好 这周末是你的生日 叫他们来家里一起玩吧 这女人在搞什么 这就是梁炳文说的有事很好吗 我忙活了好几天 从前那些兄弟 才不情不愿的同意 参加我的生日会 可梁炳文这小子死活不来 还说让我小心点 徐天 我可从没办过生日会 三 虽然梁炳文这么说 但是管他呢 我可真的太想兄弟了 再说了 生日呀 一年只有一次 再严厉的父母在这一天 也会迁就孩子吧 周日那天 我终于能开心的 跟兄弟们一起吹牛掰 打游戏勾肩搅搭背 虽然他们有些嫌弃我的弱鸡身材 但我还是差点哭出来 无兄弟 不难忍 点上蜡烛 我正想许愿变回徐天 我妈回来了 还带着一桶啃爷爷的冰可乐 她笑盈盈 小文 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吧 小爷今天心情好 爱得给他介绍一番 东西放下吧 我 要吹蜡烛许愿了 话没说完 冰可乐就见到了我眼睛上 妈妈把可乐 全拖到了我朋友身上 难怪你最近变得 这么不服管教 原来是交了 这么帮小混混朋友 是不是他们缠着你 小文 你是个乖孩子 今天妈妈 帮你处理这些垃圾 她依旧与其平稳 不带脏字的 把我朋友们说得面红耳赤 他们只是学习不好 并不坏 也不善言辞 只能摔门而走 妈妈温柔地摸摸我的头 我呆呆地 任由她用毛巾给我擦脸 唯我吃蛋糕 小文 长大后你就会明白 这世界上 只有爸爸妈妈 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 我说不出话 我这是干的什么事啊 把兄弟们叫过来 受着屈辱 梁炳文说 她妈妈最好的朋友 是隔壁小区的陈太太 他们经常一起做美容 喝下午茶遛狗 我心想 有一天也要让她知道 失去朋友的滋味 但当务之急 我得先做些什么 不然我会先被气死 我跑到楼上卧室 把她的化妆品 捅捅倒进马桶 又跑到楼下车库 专找贵的车滑 被物业抓住后 大哭大闹 非说我爸妈是近亲结婚 我是智障 我是智障 那天晚上 爸妈在小区群里 被骂得很惨 赔就是了 不就是几个钱 爸爸不以为意 今天把那些混混处理了 妈妈点点头 我观察了 就是那些坏孩子 带坏小文 他们又一起望向我 小文 你闹也闹了 但我们的苦心 你以后会明白的 谁也不能影响 我们家小文的学习 第二天 妈妈送我去学校 邻居阿姨小心翼翼的 对妈妈说 梁太太 小文看起来 情绪不太好 要不要带她去医院看看 情绪不好 情绪好不好 跟学习有关吗 妈妈看着我 背好书包 我们小文 无论开心不开心 都一定会考第一名的 对吧 那天她送我去学校 我进了教室 没看到她在我身后 去了老师办公室 听说她让班主任 叫来了昨天去我家的 所有同学的家长 严厉警告他们 看好自己的孩子 别自己学习不行 没出息 还影响好学生 秉文妈妈 孩子们都是同学 正常的交往 是不会影响到学习的 况且 这个年龄段的 年轻的班主任 试图缓和气氛 不会影响 你作为班主任 责任最大知不知道 秉文这次月考 退步了两名 你不反思一下 自己的教学能力吗 为什么不积极 引导孩子结交易友 过去的时候 只看到班主任在哭 李子维的妈妈 勾搂着身子也在哭 李子维是单亲家庭的 他妈妈赚钱养活两个孩子 很可怜的 而我的妈妈 站在他们对面 趾高气扬 像只胜利的斗鸡 我想冲上去 梁炳文不知 从哪冒出来抱住了我 徐天 你听我说 死 徐天 你斗不过他们的 梁炳文将我拖到操场 叹了口气 妈的 看着我壮硕的身体 被他弄得越来越娘 生气 我要报仇 你别拦我 你只要不听话 他们就会加倍伤害你 梁炳文蹲在地上 给我讲了一件事 有一次在外面吃饭再回家 他们问我想吃什么 我说了麦当劳 我妈说不健康 我又说吃火锅 爸爸说吃完身上都是味 总之 我说什么 他们都有理由拒绝 最后我只好摊手说随便 那天我们去吃了排骨饭 可我最讨厌吃排骨 所以一直埋头吃白米饭 妈妈给我夹的排骨 我一块都没动 他们就不高兴了 非说排骨有营养 一定要我吃 我忍着恶心吃了两块 很快就吐了 爸爸说我还是吃饭太挑食 他们小时候哪有那么多事 能吃块肉就很好了 光是听他说着 我都感觉窒息 你怎么不把桌子掀了 梁炳文抬头看我一眼 低头继续用小树枝 在地上乱画 我反抗了的 第二天期末考试 我故意打得很潦草 宇文老师扣了卷面分 他们喜欢我考第一名 我就故意不考 可我没想到出了成绩 妈妈直接去学校找宇文老师了 不是 她有病吧 梁炳文无奈地笑了笑 她总有办法 把错推到别人身上 我亲眼见她把老师说得满脸通红 她很会诡辩的 无论老师说什么 她都会用 老师 你年纪这么大了 都没有结婚生子 一定不能理解 我们当妈妈的心 为了孩子的优秀 可以付出一切 徐天 其实 我挺喜欢做徐天的 这小子 谁不喜欢做徐天啊 放心吧 梁炳文 我来帮你 我彻底放飞自己 回到家不写作业 不做功课 只坐在电脑前打游戏 老爸要揍我 你怎么还有心思玩游戏 我放下鼠标 猛地凑到他耳边 吐了一口气 不玩游戏玩什么 玩你吗 我亲爱的爸爸起跑音 我爸一百八十多斤的虎曲一阵 一巴掌就要抽过来 我跳起来就跑 边跑边喊 你再打我 我就报警 我就跳楼 让你断子绝孙 妈妈赶忙拦住她 她惯会当个笑面虎 小文 你不好好学习 以后怎么办呢 爸爸妈妈现在可以照顾你 可你长大了 怎么生活呢 那还不简单 现在你养我小 以后我肯你老 他俩想办好人 带我出去吃饭 结果又来了 对付梁炳文的老一套 在饭店 我要吃糖醋里脊 妈妈说太甜 对皮肤不好 我要点麻婆豆腐 爸爸说太辣对胃不好 我不再说话 看见他们点完菜 假装动筷子 其实我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终于看到 明桌端上一盘糖醋里脊 我咔嚓站起来 迅速扑到他们桌上 我是海鸥 让开 用翅膀扇别人大嘴巴子 在大家反应过来之前 我抓起糖醋里脊 就往嘴里塞 该说不说 刚做好的里脊 酥酥脆脆 酸酸甜甜 真好吃 有人来抓我 我嗷嗷大叫 扑愣翅膀狂扇别人 笑死了 我爸妈脸都绿了 头一次 我在他们总是充满 虚假爱意的脸上 看到这个人 我不认识的距离感 海鸥爸爸 海鸥妈妈 海鸥宝宝来咯 五 爸妈好像终于意识到了 我的不正常 他们带我去看精神科 医生询问病情 妈妈却一直在说 我以前学习多好多乖巧 他现在就是装的 没错 我是装的 可梁炳文不是 前几天 我在一本书里 发现了一封遗书 上面只有一句话 爸爸妈妈再见 下辈子不要再生下我 这傻子 都不知道反抗吗 医生建议我休学 被我妈直接拒绝了 他就是装的 我带他来医院 就是想让你揭穿他 没想到 你这医生水平也不怎么样 再这样下去 孩子会得心理疾病的 严重的话会抑郁 医生苦口婆心 抑郁算什么病 什么心理疾病 哪有学习重要 我心想 幸好我不是他的真儿子 要不然不是他死 就是我活 与其如此 不如一封到底 回到学校 我找到从前一个 关系很好的女同学 万般无奈 向他说出了换身这件事 并求他帮我 他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 于是 我早恋了 全校第一 和全校倒数第二早恋了 哈哈哈哈 其实是倒数第一 和倒数第二早恋了 我每天抄情识给他 带饭给他 送花给他 一起拍大头贴 哎 话说恋爱好无趣 我妈不给我零花钱 每天接送我上下学 以此试图让我认输 最后 他竟然准备偷偷给我半转学 小文 你为什么总要和父母对着干 我说 男孩的心思你别猜 猜来猜去你也不明白 他很是痛心的模样 为什么要做见自己 和垃圾人交朋友 你才十四岁 哪里懂什么爱情 我说 不懂爱情的恐怕是他 你老盯着我 不如多花点心思在爸爸身上 我故作高深地说完 然后掏出情书 在大街上旁落无人的深情朗读 心里受过伤 下乡插过秧 为爱可跳鸭路江 等你抚平我的心理创伤 阿珍 喜欢你 就像尿在裤子里的尿 暖暖的 只有自己知道 珍 今天买了两条鱼 一条是爱你忠贞不渝 另一条是爱你致死不渝 小珍 对不起 我接受不了异地恋 我马上要转学到三公里外的初衷 遥远的距离 猜忌和怀疑 让我深夜流泪 但是看到你时 我就知道 我能接受 路人们像看神经病似的盯着我 我妈早预备好 躲得远远的 装作不认识我 我能让她如愿 不发疯你把我当正常人了 李珍珍 珍珍 珍 我喜欢你 我心跳加速 呼吸加快 我净化雾霾的能力 赶超热带雨淋 我将成为新的地球之废 我扑通一声 把青藏高原跪成盆地 哭到不再需要南水北调工程 耗到产生的锋利发电 可供应全球人民使用 我妈过了的保镖保护我 其实是在我发疯的时候 随时可以堵住我的嘴 有天晚上 我听到她和爸爸解释着什么 但爸爸没听 摔门就走 你连班都不上 我辛苦挣钱养着你 就让你管好孩子 你连这么点事都做不好 第二天 妈妈带着我去了陈阿姨家 六 我第一次见陈阿姨 她和妈妈有着一样虚假的笑意 见了我就说 小文这不好好的 有什么病 该不会是不想上学庄的吧 我说 阿姨你过来 我仔细跟你说说我哪里有病 等她凑过头来 我没有病 她估计没想到 当了大半辈子绿茶 在我这条小鹰沟里翻了船 当场呆住了 妈妈来拉我 反手就要打我 我从裤兜里掏出一把东西 甩向他们 这两人也顾不上打我了 惊声尖叫跳起来 扭曲着四下逃跑 连保镖大哥都被吓得花枝乱颤 跳起了大河之舞 有哪个北方人 能不怕我张浪大哥哥 妈妈想揍我 能看出来他现在装不太下去了 陈阿姨拉住了他 两人跑到卧室里 嘀嘀咕咕半天 我在书房的每张画上 都留下一个大王八 又把他的骨针弦弹断撒 最后实在无趣 逮着他家的阿拉斯加剃毛 能感到整个狗子都不好了 陈阿姨看到阿拉斯加猪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跑过去 但狗子躲开了 小文 你 狗狗是无辜的 我吐吐舌头 夏天太热了 我好心给他降降温 陈阿姨深吸几口气 平复了情绪 好像并不生气 还夸我有创意 甚至还开导妈妈说 我长大可以去当通理 小文这是到了青春期 有些叛逆是正常的 孩子开始探索 人与社会的关系了 只要好好引导就可以 阿姨送你个小礼物 你肯定喜欢 她送给我一只狗子 可为什么是只中华田园犬 阿拉斯加猪生的中华田园犬 这是什么生物界的超级退化呀 可是 拜托 谁能拒绝 这么小小软软的狗子呀 小宠物不仅能培养孩子的爱心 还可以改善孩子的性格哦 妈妈点点头 似乎很是认可 管他们发什么神经 可能是想用狗子暗逢我是个土狗 可土狗也超可爱的好吗 梁炳文对于养小狗这件事 大跌眼镜 可是 妈妈一直都有洁癖呀 我洋为洋下吧 她再经历了蟑螂 老鼠 海鸥 蝙蝠 还有我这个喜欢在阴暗处爬行的儿子后 接受一只小狗 好像也没什么难度 梁炳文冲我竖起大拇指 徐天 你牛F 确实 我就是牛F 但是 我还是想换回来呀 你想到什么法子了吗 我点漫画书里都是 两人亲上去就行 要不咱俩 梁炳文干笑两声 徐天 我觉得 现在挺好的 你不也很喜欢小狗吗 你就多当几天我吧 他这是什么意思 不想换了 你不想当学霸了 你那么有钱的家也不要了 我爸妈就是普通农民 可养不起你 我挺喜欢你爸妈的 在你家 我可以关门睡觉 想吃什么 你妈都会给我做 考试差一点也不会挨打挨骂 徐天 我从小到大都没那么轻快过 好小子 你是轻松了 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死活 但是说到狗子 我就勉为其难再人两天吧 七 家里的氛围难得缓和了一段时间 直到期末家长会 我妈化着精致的妆 脚踩十里米的高跟鞋 意气风发的去学校了 真的笑死 估计我语书外的分数加起来 都不够他十个高跟鞋的长度 不知道他怎么还能这么有自信 我全副武装 等他回来战斗 谁知结果和我预想的不太一样 小文 你这次还是第一 妈妈就知道 你最乖了 我 这什么情况 我使个浪哥哥都掏出来了 你跟我说这个 小文 你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离那些坏学生远一点 那个徐天 考试故意写成你的名字 你还小 不知道这社会险恶 还有那什么女同学 趁早断了联系 爸爸妈妈下了不少力气 才给你办的转学 妈妈 我觉得您说的对 我们都还不成熟 所以我早就和他断了联系了 我才不想转学 我还要盯着梁炳文呢 小文 妈就知道 我现在有了新的追求目标 那就是 陈阿姨 我从另一个口袋里 掏出小盒 这是我买的钻戒 一颗拉的 你和他关系好 你说配得上他吗 哦 对了 以后书会跟我一样 喊你妈妈 你得早点习惯 好了不说了 我要给书会做乌鸡白凤丸了 想起书会 我就嘶哈嘶哈 我妈两眼一番 倒在沙发上 疯狂掐自己人中 当天下午 她在卧室和陈阿姨 打了一下午电话 也不是说了什么 反正她没揍我 暑假第一天早晨六点半 我正和狗子搂着睡觉 他们把我拽起来 这都几点了 你怎么还能睡这么好 我看了看时间六点半 不好好睡觉我干嘛 哈二二一了吗 得了 去名校参观 教育我什么 唯有读书高 好好学习考高分 才是人生的意义 第二天一大早 爸妈还在睡 我拉着大音箱 在他们卧室门口放好运来 起来了起来了 我也带你们去个地方参观 我带爸妈 去了本事最好的养老院 看看这里大爷 儿子哈佛毕业的 留美国不回来 这留大妈 女儿斯坦福的 在上海三年都没回家了 还有隔壁刚走的老大爷 后事都是养老院处理的 孩子看得不来看一眼 遗物都不要了 爸妈沉默了 沉默得震耳欲聋 后一天 我爸说要带我去他公司看看 难道是想让我放弃学业 回家继承家产 谁知他说 小文 你要是知道爸爸工作有多辛苦 就不会这么叛逆了 笑死 当爸到总裁能有多辛苦 我们刚踏进大楼 我立刻冲到爸爸前面 摇着花手替他清除障碍 总裁驾到 通通闪开 我爸胖脸一红 你这小兔 不等他说完 我又大喊 尊贵的总裁大人 你要和这些平民百姓 一起乘坐电梯吗 等电梯的人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们 还有人窃窃私语 这是哪家公司的傻Exa 该不会以为 这栋楼只有他一家公司吧 这么高贵 怎么不开个总裁专梯 先杂人等 不得造次 我大吼一句 生怕他们说得太小声 再看我爸 似乎已经放弃挣扎 上了电梯 他拉着我缩在角落里 但这并不妨碍我发挥 尊贵的总裁大人 您总是这么平易近人 屈尊降贵与这些平民百姓坐 我话没说话 我爸捂住我的嘴 在被打之前下了电梯 笑死 我爸后来瘦了二十斤 因为每天爬楼上班 爸 气死 跟梁炳文见面 他居然说让我以后少去找他 和我走得太近 他兄弟们会不高兴的 有没有搞错 我说要把他家搞得乱七八糟 他回我 希望越乱越好 晚上回家 爸爸妈妈难得都在家等我 我想回我打游戏 他俩非让我吃完饭再去 我拔下自己的几根腿毛 塞到嘴里 嚼吧嚼吧 吃饱了 扭头就想走 却被我妈请的保镖哥哥 摁在座位上 妈的 打也打不过 想起梁炳文的话 更是一肚子气 吃吧 化悲愤为食欲 妈妈殷勤的给我夹菜 几块大肉喂得我胃涨 这什么肉啊 红不拉几的 也不好吃 这个吗 我爸折指中间那大盘子 这是狗肉呀 你吃不出来吗 他说话间 忍不住露出一丝阴策策的笑 带着报复成功的快意 他们在惩罚我 我忽然懂了 跑到房间一看 狗笼里空荡荡的 笨笨呢 笨笨呢 我问他们 妈妈好似很无辜 哎呀 不知道呢 下午我一开门 他就窜出去了 追了很远都没追到 你们骗人 我弯腰从嘴里往外抠 恶心 小文 你该不会以为 这是笨笨吧 爸爸妈妈那么爱你 怎么会忍心 对你做这么残忍的事 他真的是自己跑掉了 你如果乖乖听话 爸爸可能会帮你把他找回来 如果你还这样不服管教 那 我没等他说完 把桌子一掀 弯腰一头撞在他啤酒肚上 我心里奶奶的腿 我被锁了整整一周 他俩和我谈了很多次 无非就是说 只是想小小惩罚我一下 并没有真的杀笨笨 父母总是要有点父母的权威 小文 你从小就应该明白 不要忤逆父母 在古代 你做这些大逆不道的事 不知道都被砍多少次头了 很多人都说 最好把你送到军事学校被管教 我们怎么忍心呢 我才知道 从一开始 陈书惠送我狗狗就是个骗局 他们让我喜欢上笨笨 和他产生感情 然后再以那么残忍的方式夺走他 不过是为了彰显父母的权威 或者叫专制 我在小黑屋里想了很多 死是不可能死的 老子又不是梁炳文那个傻子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发疯解决问题 我绝食引起了爸妈的注意 当然是假装的 其实我在小黑屋里 偷偷藏了好多小坏熊干脆面 爸妈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像个孩子一样任性了 我哭了 我装的 我捧着一把毛毛给他看 每当我想到自己犯的错 就会拔下一根腿毛一字形 痛苦 让我对这次的错刻骨铭心 从此 我是个成熟的男子汉了 九 重获自由之后 我立刻跑到陈阿姨家里 这娘们不是什么好人啊 她见我来 先是惊讶 然后躲到一边 阿姨 我 我好想你 我三天没吃饭了 我觉得你才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你温柔体贴 我又哭了 柔弱不能自理 我就是世间唯一纯白的茉莉草了 陈叔会收留了我 阿姨 可不可以不和我爸妈说我在这里 我 她果然假装收留我 然后躲到阳台上偷偷给我妈发消息 趁着功夫 我从裤兜里掏出一堆东西 分别放到他们该去的地方 半个小时后 我妈就杀来了 那会我已经把自己锁在厕所里要割腕了 当然也是装的 我听到她进门 才用小刀浅浅划了一下 以前打架也没少受伤 这点痛怕啥 再说了 这又不是我的身体 他们在外面拍门 我把水龙头全都打开 水全流到她家的石墓地板上 我躺在浴缸淋湿 叔会 我快跑出来 第一时间来到你这里 我扛得住被打 扛得住挨饿 可我扛不住想你 叔会丫头 你还小 我不碰你极力忍耐的语气 但如果你敢跟我提分手 老子立刻要了你凶狠的语气 让你一辈子只能跟着我压低嗓子 性感低音炮 这样我就能保护你一辈子温柔语气 拍门声戛然而止 我终于能明白 爸爸为什么总爱往你家跑 任何正常男人见到你 都会情不自禁吧 或许 我这是子成副业了 陈叔会开始咆哮 你这个小兔崽子 瞎说什么 很好 他也爱叫我小兔崽子 我悠悠回道 我死也要死在你这里 门被砸开的时候 我装晕了 住了三天院 回家后爸妈都没空管我了 他俩闹离婚呢 据说是在陈阿姨家里 发现了不少我爸的东西 还是很隐私的那些 腿毛啊之类的 我爸说我妈无事生非 他那个小兔崽子的话你也信 小兔崽子 又是小兔崽子 你不会骂别的吗 什么小猪崽子 小屁孩子小垃圾不行吗 为什么非要说小兔崽子 你有病啊 我爸收拾东西要走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狂野了 你搬都不上 只管个孩子都管不好 现在又来管我 我很平静 peace and love 接下来的日子很舒服 大人们干大人的事 我又做回了小朋友 有些大人就是很奇怪 明明连自己的生活都掌控不好 还要试图掌控孩子的人生 更好的是我和梁炳文换了回来 可他似乎不太一样了 学习还是第一名 就是没那么胆怯了 有人欺负他孤立他 他也会反抗了 有时他也跟我分享在家里和爸妈斗争的经验 我以前那么听话 过得跟狗一样 自从跟你学着发疯后 现在幸福的不得了 当徐天好开心 我头一次懂得珍惜我的家庭 没那么有钱 细致 但有足够开明包容的父母 可是忽然有一天 我睡着睡着 被一个陌生女人打醒了 李昭帝还不赶紧起床 给你弟弟做饭去 什么玩意 我又和李昭帝灵魂互换了 他爸妈可是出了名的重男轻女啊 我哭了 这次是真的